Hello, 大家好 星期一, 19 日 今天的內容會多一點 因為想說幾樣東西 拼在一起說 讓大家聽得 希望會異名一點 今天有人說過 Headliner的情況會是怎樣 應該今天買 因為今天要派賽 因為今早 我覺得未必需要 因為Promo是去到星期五 其實是星期四 派賽那天才買都可以 很多人都問 那些最大陸的 拜仁, PSG 利物浦這些 買不買好 如果你要自用的話 其實今天買和星期四 買不會太大分別 但我是不建議買的 因為你買來用 我覺得他們是超值得很重要 例如1.7mil 你可以買到很多 標籤 右邊這個位置 你可能已經接近買到 就是PRIME 你還要接近賣 你還要接近賣四場 其實要拿著劍貨一個月才接近賣 當然應該是第三場 應該是升得最厲害 你不會第四場才賣 因為第四場 之後贏了 升一格 就會下跌 其實跟Rose to the final 另外一樣 尼瑪 更加不用說 因為PSG要連贏很容易 所以現在已經 這個價錢 應該是赤貨 先進去 升下一格的價錢 那些人更加會覺得 可能我在四場裡 已經有機會 可能拿第二張 Second IF 已經馬上升了 所以 那價錢是不正常的 你想想 現在Team of the year的價錢 前鋒 麥巴比 5米多 他跟美斯差不多 所以 他是不是 值這個價錢 我覺得未必 但美斯 都是大於4米多 但可能已經有整個遊戲 非常厲害 那我相信你也不會選 尼瑪 除非你真的很想用 那如果你說 真的要想投資的話 我會寧願你試試選一些 便宜一點的人 我覺得 Alex Tallis 和 Semedo 應該是會容易 比較 再升級得快一點 或者 James Vardy 因爲 我覺得 Alex Tallis 第一 多人用 第二 波圖今年 是打得好的 還有 浦超 這些 屬於次一級的聯賽 是很極端的 有一點像發甲一樣 只有兩三隊特別厲害 其餘那些 就不是說 實力距離很大 所以你說 其實如果他打後三場的賽果 那個 策略不太差的話 我覺得可以升級 是可以的 24萬 一個季 用著等 我覺得可以的 還有 我覺得 後衛要再拿第二次 IF 也不容易 所以 這個價位未必是反映了 那些人已經是猜到 第二次 IF 反而是未上 奧 應該會上這張 和 阿里克斯特尼斯的情況 基本上是一樣 不過 他貴了一倍 可能純粹是因為 巴塞 第一 他有好連結 第二 右閘真的不是太多選擇 我覺得 這張比阿里克斯特尼斯更誇張 速度上 體能上 都很好 都是值得投資的 第三張 華D 就是 李斯特成今年打得好 我反而不是 博 李斯特成連贏四場 都不難 我覺得李斯特成連贏四場 不過 華D的狀態 應該是可以 很快會有 第二次 IF 我覺得 還有 連贏四場 一條聯賽 但是 IF 如果有機會是國際賽 或者聯賽 我覺得華D 是機會大 15萬 如果你不介意 用著等是OK的 那 你想想 他的速度 可能一跳跳上 就是 Acceleration 92 Spin Speed 93 那些射門 已經去到九十幾 我覺得 十幾萬 已經是一個 Baby icon 的級數 我覺得已經 都 不是 有問題 可以值得投資 用著等 不過 唯一不好的地方 就是 你如果是用著等 沒有問題 但是你說 想著用來短炒就沒有了 因為 這些卡跟 Row to the Final 一樣 我正正想說 這些卡 是你預期 紮到 可能是比賽之前 或者 去到 第四場的時候 看看Row to the Final 我檢查過 那 下一場的 歐聯 NOT OUT STAGE 19號 現在正正就是 一個月後 其實這些卡 還有沒有可以升 我覺得是有的 其實還有一個月 如果他們問我哪些卡 你真的想買來 買來搏的話 我覺得 買這套 是OK的 單比利 我都建議 買 因為單比利 不單止是 搏它升 還要搏它 這張卡 那個 很連結的情況 因為他這張卡 對上一格 如果都是包含的 就是未試 在說 900多K 和4M的情況 那些人都可能會選擇這張 加上他可以拿賣 賓野打 或者拿賣 私數高 我覺得是一個 很多人都會用的 的卡 那你說 如果要買的 都是那句 不怕那些錢 你照買 又是等到大概2月 鬆一點 比賽之前放 其實就OK的 因為 這些不會有人說 可以炒到職日 炒到一個星期 一定是慢慢的 因為很多人都會買賣好 買賣好 其實 你都可以想 那 還有我想說 就是那個 今個星期的 Team of the Year 其實 昨晚都跟大家說過 如果真的要買來投資的話 應該是阿古路和Rashford 那 那 這兩隻我自己都入了 我應該是今早 入了一堆 其實 其實Rashford 我就不知道他傷了 我純粹之前都說 這張好的情況 就是因為之前Marshall 都出了正前 Rashford 現在就正前變左邊 其實In Game Change Position 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 一般Rashford 都多人用 多人都網 去出 IF 加上原來 它是 傷了 好像要停兩三個月 兩三個月都接近季尾 會不會放他出來 會不會放他出來 當他提早復出 會不會有狀態 會不會入到波門 會不會落下2F 成問題 所以這張卡 應該是 供應比較少 很快會被解僱 你問我 可能上回280K 至少 阿古路情況一樣 因為其實 在前一個星期 他和Henry Kane 一起出IF 那個星期 也是很厲害的 我會覺得 這次他們兩個 升得更厲害 是因為他們的 供應比較少 因為今個星期 是沒有什麼 Lighting Round 所以 有錢的 你可以先賣 今天也好 今晚也好 明天也當投資 我覺得 放5至10天 你一定有Profit 我建議 就是 很難回答你 什麼時候走 多少走 因為每個人的情況不同 有些人想賺2-3萬 有些人想賺2-3萬 有些人想賺1個Dub 才走 就看自己的情況 沒有說 一定要20K入 30K走 沒有這個標準 所以我覺得 大家就自己 自己衡量 那 這個 Headliners Event 去到 星期五 星期五 應該會有 Headliner 2 我不說 Headliner 2 的 Prediction 有些什麼 反而我想說 它應該會有三張新的 SBC 或者 Objective 出來的 這個 會有 Daleale Ossage 和 國米 馬天尼斯 哪個是SBC 哪個是 Objective 我不肯定 但 我相信這三張 都應該會有 多人做的 如果想投資的人 我反而覺得 如果真的出了 Daleale 的SBC Scream 的Daleale 就會有 Peniccel 因為 Scream 有很多人用 尤其是之前出了 Henry Kane 用來拍攝 孫星文 其實是用來連結 加上英國人 其實這張Daleale 是好用的 因為 速度是慢 但是 那個 Work Rate 是高 體能好 也可以做到一個 類似 半Box 的情況 如果你是 可能加了 Engine 或者Shadow 最主要可以拿到 思索 高 孫星文 這些 都 可以的 但如果他出了 SBC 這張Daleale 就應該會塌 趁些人 Peniccel 自己進來 隔兩三天 又回到 這個 可以留意一下 最後 反而我想說 剛才 我在 Telegram 群組裡 也提過 正正的 Headliner 2 就是 農曆新年的 初日 應該是 星期六 開始的 其實今年 EA 也有少少 Focus 在中國的市場 很多Promo 在國內 有很多Totlements EA 其實 EA 有很多 卡 目的 都是想 課金 抽卡 今年 我覺得 歐洲當然多人 課金 但其實 國內的課金能力 都很強 我覺得 EA 都會看準 國內的課金能力 會在這個星期的 Promo 都會落得 幾重弱 可能會有很多 Lighting Round 可能知道 國內的農曆新年假 那些人可能會願意 去花錢 去課金 等同 西方人的聖誕節 所以 他們可能會有些 特別 農曆新年的 EVENT 的 內容 實際 我可能會 找到 Lighting Round 我會和大家分享 我想說 這個消息 其實 如果有Lighting Round 有太多Promo Pack 我覺得 會有一個 情況 就是會有少少 Market Crash 可能會有很多 Icon 湧入市場 很多 Headline Headline 第二的卡 湧入市場 或者下個星期的 Theme of the Week 亦會有很多 湧入市場 那你說 EA 會不會在農曆新年 再做一些 例如 SBC 或者 Guaranty 83 Plus 或者 Inform 我不肯定 但是 當有很多Promo Pack EA 就會做這件事 所以 市場 是會 軟的 所以 想投資肥料的人 自己看著 我覺得 儘量做著 day trade 儘量 禮拜 五 之前 清一清新 因為明天出賓耶達 之後 沒有什麼特別 或者 真的 再有很多 新的SBC 我覺得 現在會繼續 例如 到星期五 之後 就不知道 EA 會如何 所以 大家可以遷就 你看到 肥料 現在已經升得很高 那 這些 88 87 我覺得 他們會再升少許 賠回 24 至28 88 其實 今天 31 至 不算 至少 18 已經到達到 18 那 我覺得 這個情況 已經 接近 到頂 還有 Promo Pack 會 判斷市場 所以大家可以 遷就 或者再按進取 留下少許 錢 再看一看 怎樣做 如果想 入Icon 入隊的話 等農曆新年 泰國情況 再入 這幾天 我都建議 不要入住 因為東西都是貴 有什麼 就 入我的Telegram 說 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 謝謝 謝謝